我们看 后出塞 招进东门营 墓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这首诗是想象 杜甫想象一个有名的将军 杜甫自己不是军人 所以他写这些前出塞 后出塞 是凭着他的想象 他想象一个大将军很厉害 然后到前线作战 他想象这个画面 他说招进东门营 墓上河阳桥 早上进了东门营 墓晚上河阳桥 就表示军队 急行军速度很快 招进东门营 墓上河阳桥 晚上就到了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有一个军队 旗帜飘扬 一个部队 一个部队过去 一个部队过去 每一个都有旗帜 飘扬 很神气 所以叫落日照大旗 就是你看从早到墓 然后到落日 表示什么 一天的变化 军队神速走得很快 招进东门营 墓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到了黄昏的时候 一个部队 一个队 一个连 一个牌 走过去 都有旗帜 然后秋风少的 萧萧就通常是秋风 马鸣风萧萧 就表示有马匹部队 风吹的旗帜飘扬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这两句很壮阔 贫沙列万木 部队各建招 然后军队今天晚上 驻扎在哪里呢 在沙漠上 贫沙列万木 一座一座的 零食的营帐 有点像蒙古包 一座一座的营帐 晚上在沙漠里边排列 所以叫贫沙列万木 木就是营帐 用万当然是个形容词 然后呢 部队各建招 所有的部队长 所以比如说 司令官要求 所有的旅长 今天晚上 先见第一旅 再见第二旅旅长 然后交代 你负责什么事情 你负责什么事情 所以叫部五个建招 就是各个部队长 都被司令官来招建 中天玄明月 令言夜吉了 晚上天 到了深夜的时候 大家都睡觉 军队军纪很严 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叫令言夜吉了 令言就是军队命令很深严 晚上没有人敢有声音 中天只有一轮明月 在天上 中天玄明月 令言夜吉了 为什么军纪要这么严 不准有声音 不准有荧光 不准有火光 各位知道 越是在沙漠里 越是在黑暗的地方 只要有一点点火光 就很容易发现 所以我们营火的营这个字 你看军营的营这个字 上面两个火 因为营会火 可是你越近敌人的地方 在夜晚的时候 有营火的地方 就等于告诉敌人 我在这里 默黑就过来了 因此一定要令言夜吉了 这个吉了包括 没有声音 没有营火 为什么 因为悲家树生动 壮士惨不交 悲家 听到悲惨的胡家 因为离敌人很近 半夜可以听到 胡人的悲凉的胡家声 说悲家树生动 壮士惨不交 我们说交兵必败 所以马上要上战场的壮士 都不敢有骄傲之心 都有一种竞数之心 战争 究竟能胜能败 不知道 所以大家不敢骄傲 所以壮士惨不交 借问大将谁 恐是霍嫖咬 说这个军纪这么严 这个将领一定很了不起 那将领是谁呢 大概是汉朝的霍将军 霍嫖咬就是霍去病 我们知道 魏清的侄子叫霍去病 这个人是个年轻 非常厉害的将领 是常胜将军 可以渡过北方的沙漠 几千里的沙漠 用最快速的部队 指导敌人的大本营的 一个年轻将领 汉武帝要给他取妻 给他房子 匈奴未灭 何以加为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在战场上 杀人有时候会有传染病 所以后来回来以后 没有多久就死掉了 很年轻就死掉了 这个人做过嫖咬教位 因此叫霍嫖咬 嫖咬教位是官显 他说这个大将是谁 孔是霍嫖咬 当然不可能是汉朝的霍将军 他说大概就是像霍将军这样 很会打仗的将军 才会有这么好的军纪 所以移动的速度很快 然后军纪很严 整个一个夜晚 靠近敌人的时候 大家没有骄傲的心态 都很严肃 这个就是可以作战的一个军队 易经理第七卦 有个卦叫尸卦 第二窑叫尸出以律 军队打仗 尸出以律 要有军 要有 初窑叫尸出以律 律就是军队的纪律 军队打仗最怕没有纪律 叫尸出以律 训练军队是要杀人的 要杀人的人 如果手上拿上武器 如果他没有军队军纪的话 那还得了 那就等于流氓中的流氓 我们看塞外 刚刚前面叫初塞 初塞是还没有出去之前 想象初塞 可是现在到了塞外 刚刚我们选的那几个初塞篇 像杜甫 陈子昂 还有刚刚选的儒伦这些人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军人 但是下面这选的 叫做 下面选的就是 在塞外作战 有实战经验的人 唐朝有两个大诗人 专门写塞外作战 你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有实战经验 那这两个人 一个叫高士 高士曾经追随谁呢 大将军戈书汉 高士 第二个是陈生 陈生追寻的第一个长官 叫高先知 高先知的地位非常的高 做了四个 叫做安息四个节度史 什么叫安息呢 我们汉朝的霍去病 打匈奴打完了之后 在甘肃 甘肃是中国最长的一个省 横的最长的一个省 大部分都是沙漠 所以立了四个绿洲城 叫五威张义九泉敦煌 因此呢 叫安息都护府 就是西边 因为甘肃是横的 西边有三大块 这三大块 新疆 西藏 青海 所以它是安定西方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中国呢 一个地方 有难 我们都喜欢加个名字 加个宁这个字 比如说范仲淹 平西夏 西夏在中国的西边 平了以后呢 叫西宁 西边安宁 那我们中国有个辽宁 辽在北方 东北 那常常变乱 所以古代有辽国 因此把它平了 叫辽宁 那我们的浙江 每年前唐江朝来 年年八月十六 大朝死很多人 就希望它平静 不要伤人 这叫宁坡 所以中国的地名 很多加个宁字 就表示那个地方 不宁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陈生 因为陈生追随过 安息四个节度史 你要知道 安史之乱的安禄山 是三个节度史 而安息节度史 是四个节度史 高先知 所以高先知 长非常大的兵权 我们现在来看 走马穿行 走马穿是一个名字 穿的名字 在哪里 今天的新疆 刚刚讲到 奉送封大夫 封长青 封大夫就是 我刚刚讲 封长青是高先知的副帅 高先知做过安息 四个节度史的主帅 叫节度史 封长青做他的副帅 是四个节度史的副史 地位很高了 他也做北庭都护府的节度史 北庭就是北方 所以一个是西边 一个是北方 这个封长青是一个大将军 当时有一个破先知乱 那么朝廷派封长青去平乱 那谁做他的幕僚呢 这个 陈生做他的幕僚 所以写了一首诗 写了两首诗送他 叫做 奉送封大夫 就是封长青大夫 出师西征 那出师 然后走马穿呢 在今天的新疆 有一个地名叫走马穿 为什么叫走马穿呢 新疆风很大 沙漠 因此呢 如果这个河没有水了 干枯了 因为凹下去 凹下去呢 风沙很大的时候 走在那个底下 会挡风 因此呢 马可以走 叫走马穿 所以他说 走马穿行 行就是歌行体 奉送封大夫 出师西征 这首诗他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三句一韵 三句一韵 通常是押韵 押在二四六八 他不是 他是三句一转折 三句换一个韵 你看 君不见 姬安 见安 走马穿行 雪海边 边 波一安边 贫沙茫茫 黄入天 特一安天 这个安韵 下面三句呢 轮台九月 枫叶猴 猴和欧猴 一川碎石 大如斗 得欧斗 随风满地 石乱走 知欧走 是三句三句一幻韵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让那个音乐性跳动 让他那个音乐性跳动 让他那个节奏感很强 可以蹭托出来作战打仗的时候 在战场上的那种 所以你看到前面 卢伦 陈子昂 跟杜甫 他们是文人 没有真正在战场上杀敌 陈森是高级的将领的幕僚 等于参与机要 所以战场上的事情 他在十几年当中 走遍了中国的战场 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写出来是真正的让你感觉到 战场上的气氛 所以陈森写 他说 君不见 走马穿行 雪海边 贫沙茫茫 黄入天 他说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 我们古诗常常用君不见 比如说 李白说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圈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悲白法 昭如青丝 沐沉雪 君不见 常常是古诗的一个开头 那歌行呢 歌行体是古诗的一个开头 就是通常歌行体的是 比如说 长恨歌 琵琶行 第一个要有故事 第二个写得很长 所以押韵格律没有那么讲究 他比较 那里边有故事性 有对话性 他说 君不见 走马穿行 雪海边 那你们不知道吗 在新疆有一个走马穿 这个走马穿 马走在里边 他就在天山的雪海 雪海是一个 是因为下雪下的太多 雪如海 就在天山 新疆有天山南北路 所以他说 走马穿行 雪海边 就在雪海边 有个走马穿 那个地方 贫沙茫茫 黄入天 贫沙 就是沙漠了 贫沙茫茫 就是无边无牙的沙漠 黄入天 风一吹 天空都是黄的 黄入天 就是沙漠的沙 卷起来在天空 都是黄沙滚滚 然后轮台九月 风夜吼 一川碎石 大如斗 随风满地 石乱走 你们看一看 他说 一川就是走马穿 他说 轮台 就是新疆的轮台 九月 新疆轮台 九月 风夜吼 那个风沙之大 晚上 风叫起来 那个声音叫夜吼 一川的碎石 大如斗 像石头 像一斗石头 那么一斗 就是石 一旦有石斗 一斗就很重了 所以各位知道 你一斗米拿起来 手 你一个手 拿一斗米 就会发斗 发斗斗怎么写 一个手 一个斗 一斗米就很重了 所以斜 你看 鱼就是我 斜 斜斜的斜 怎么写 一个鱼 一个斗 我的肩上放一斗米 我的肩都是斜的 一斗米就很重 所以他说 轮台九月 风夜吼 说在轮台 新疆轮台这个地方 九月的风 就大得不得了 风夜吼 因为我们知道 春天夏天的风 是阳 阳风是短风 秋天冬天的风 是长风 所以叫长风万里 送秋夜 所以长风的威力 非常的大 可以把那个石头 都卷起来 所以他说 一穿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那么重的石头 都可以被风吹的满地走 然后匈奴草皇 马振飞 在匈奴所占领的中国 北方这块土地 那草皇就是秋天草皇的时候 正是马肥状的时候 秋天草皇的时候 马肥状的时候 而现在金山西建 燕城飞 燕城就是战火 所以在金山的西建 那什么是金山呢 就是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在哪里呢 就是西边是新疆 东边是蒙古 新疆跟蒙古的交界 叫阿尔泰山 阿尔泰是突厥语 突厥人称黄金的金 就叫阿尔泰 所以阿尔泰山就是金山 阿尔泰山 金山在什么地方 在新疆跟蒙古的中间 是从上往下 左边这边是新疆 这边是蒙古 中间是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是突厥语 称黄金叫阿尔泰 他说现在在阿尔泰山的西边 正是战火弥漫 叫燕城飞 汉家大将西出诗 所以唐朝呢 要做 常朝重要的事情 都借汉朝的名 所以你们要读诗的时候 也要记住 比如说唐明皇 明明是唐玄宗 宠爱杨贵妃 但是常恒歌一开始说 汉皇重设思亲国 真正重设思亲国是谁 是唐明皇 可是为什么叫汉皇呢 就是你写唐朝的皇帝 不能直接写唐朝 要写汉朝 这是当时的规矩 所以他说 汉家大将西出针 就是唐朝的大将 风长轻 西出诗 就是往西边去平乱 将军金甲夜不拖 半夜军行隔香薄 风头如刀面如歌 我为什么这首诗 我三句三句一读呢 就告诉各位 这首诗是三句一幻运 三句一幻运 每到幻运的时候 他音乐性不一样 所以他节奏感不一样 他说这个风长轻将军呢 金甲就是铠甲 夜不拖 到了晚上睡觉 还穿着铠甲 为什么 敌人随时进来 随时进来 拖了铠甲 穿衣服花很多功夫 因此呢 都不拖铠甲 说将军金甲夜不拖 半夜军行隔香薄 半夜行军的时候 隔香薄是什么 军队拿了很多武器 武器跟武器会碰到 碰到之后声音会撞 武器跟武器碰到会有声音 所以叫半夜军行隔香薄 薄 风头如刀面如歌 那个北风冷 冷到什么呢 风头如刀 像刀一样在你脸上刮 面如歌 我们常常有很多形容词 在台湾是没有感觉 比如说 寒风刺骨 我们平常怎么会用风 用刺 你要到中国的北方冬天的时候 那个风 你穿着再厚的裤子 即使是毛裤 那个风都会穿进来 真的像刺一样刺在你的腿上 会叫 会尖叫 那个痛会尖叫 所以他说 风头如刀面如歌 好 跳 马毛带血汗气针 五花莲前 玄作冰 木中草席 盐水凝 你看 针冰凝押韵 他说 那些马 马毛带血 就是 血不断地下 下在马毛上 那些马毛呢 因为马在跑会流汗 会有蒸气 会热气出来 热气会把血化掉 所以叫马毛带血汗气针 但是接着五花莲钱 玄作冰 马毛上的五花 跟莲钱 莲钱 就是钱跟钱相连 五花就是五朵花 这是什么呢 当时的流行 你们读李白的诗 江浸九 他说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 换美酒 就像我们现在养狗的人 有时候会把你的狗 剪成一个狮子头 就是 身上的毛剃光 然后只把那个 头这个地方 四周的毛 留得特别长 让你感觉到是一个狮子 那古代的人 也是把他的战马上面 剪毛 剪成五花 要不然就是连钱 一个钱接一个钱 所以他说 五花连钱 玄作冰 一下就结冰了 你看 马毛带血汗气针 马毛上落了血 马在跑的时候 跑得热 身上热之后 那个汗会把那个血蒸发 蒸发上 可是一血又又下来 接着那个五花 跟连钱的那些毛 片上又结冰了 所以叫五花连钱 玄作冰 像这种 你没有真正的在战场上 是很难感觉的 然后 木中草稀 盐水 凝 因为它是木了 陈生是木了 所以在木中 就是在中军葬礼 那个写军书的时候 叫草席 席就是席文 军队中跟军队中通宵席的文章 叫席文 但加个草字 就是临时写得很快的紧急公文 紧急的草 那个席文 说木中 木就是木了 在木了中 草席 临时写的紧急公文 那个盐水冰 磨磨的时候要盐水 那个水都结冰了 盐水凝 就是都结冰了 因此 鲁迹文之 应胆折 料之短兵 不敢接 车施西门 住县 结 鲁迹就是敌人 我相信 我相信敌人听说大将军 封长青大将军 来平乱 靠他的民生 带了又 自带了这么多军队 我相信敌人 也就是刚刚讲 破仙 破仙这个民族 他说 鲁迹文之 就是敌人 破仙 听到了 应胆寒 听到大将军 封长青 长盛将军来了 应该会胆寒 料之短兵 不敢接 绝对不敢 短兵相接 就是不敢 短兵就是 很近的距离打仗 叫短兵相接 车施西门 住县接 所以这一仗 可以不战而胜 不战而欺人之兵 是高明的 所以 孙子兵法讲说 一个真正会打仗的人 不是工业标兵 而是不战而欺人之兵 就是没有打仗 可是敌人听到 他的名声 就会退了 所以叫不战而欺人之兵 车施在哪里 就是古代的高昌国 高昌国 我们刚刚讲了 陈生的长官 第一个叫高先知 第二个叫封长青 这一次是宋封长青出征 所以他说 我们在车施国 就是高昌国这个地方 就在那里准备迎接排队 所以叫西门 在车施 就是高昌国的西门 这个地方 住就是停 停着 阿兵哥站好 列队站好 献节 献节报 就是向大将军 封长青 不战而胜回来 然后大家向他祝贺 所以叫车施西门 住献节 这是陈生写的第一首 跟封长青 西征 这个破仙有关 那他写了两首 跟破仙有关的诗 我们看第二首 叫轮台歌 轮台就是新疆的轮台 你看题目叫 奉送封大夫西征 也是封长青 同一个故事 同一件事情 他写了两首 那写新疆的轮台 他说轮台城头夜吹角 轮台城北矛头落 那你看这首诗 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是三句三句一幻运 这首诗又回到两句两句 他说轮台城头夜吹角 就是轮台城 城头就是城上面 晚上会吹号角 那这就夜晚了 说轮台城头 晚上会听到夜晚的号角声 那轮台城北矛头落 这个矛头呢 就是矛日新那个矛 怎么写呢 一个日 一个日 底下一个直瞅引矛的矛 各位知道 矛就是 矛就是 我们古代的人十二个时辰 没有今天的手表 古人一天十二个时辰 有一个叫矛时 矛时 那矛时呢叫直瞅引矛 直瞅引矛 矛是早上的五点到七点 那七点到九点呢 叫晨时 所以早晨的晨怎么写 一个日一个晨 就是日就是太阳 太阳在晨时 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 叫晨 早晨 那矛呢 就是昂 昂首阔步的昂 你看 一个日 下面一个 那个 下面那个就是矛 矛 矛时就是 早上五点到七点 太阳升起 叫昂 所以叫昂阳 叫昂 所以他说 轮台城头 夜吹角 这是夜晚 轮台城北呢 因为驻军在轮台城北 所以风长青的军队驻扎在轮台城的北边 那矛头落呢 这个矛头是指的早上矛头星 就是我刚讲矛日星那个矛 一个日一个矛时的矛 是一颗星的名字 说天亮了 矛星落了就表示天亮了 因为矛就是早上 早上 因此叫矛星落了 所以他说 在轮台城的城北 矛头星落就是天亮 那轮台城头 夜吹角就是晚上 所以一个是晚上 一个是天亮 雨书着夜过渠离 残雨已在金山西 军书呢 紧急的文书叫雨 雨书 雨就是鸟毛 鸟飞快嘛 所以呢 雨书就是紧急文书的意思 雨书着夜过渠离 渠离是一个西域的国民 就在轮台附近 所以他说 昨天晚上紧急的文书 已经传过渠离 超过渠离了 渠离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就在轮台附近 说这个紧急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残余已在金山西 而残余就是敌人的首领 已经在阿尔泰山的西边 敌人的首领已经到了阿尔泰山的西边 金山就是阿尔泰山 那树楼西望烟尘黑 汉军团在轮台北 树楼就是树守的碉楼 树守就是树守敌人的碉楼 说树楼西望往西望 因为在金山西 敌人在金山西边 所以树楼西望烟尘黑 烟尘就是战火 战火弥漫 叫烟尘黑 那汉军团在哪里呢 汉军在这里当然是指的唐军 唐朝的军队囤在 封长青的军队在轮台的北方 就轮台城的北方 为什么在轮台呢 因为轮台是北庭都护府的率地 我刚讲了封长青 封长青又是安息四个节度使的副使 又是北庭都护府的节度使 那一个是西边 一个是北方 所以轮台的 轮台就是北庭都护府 就是北方的指挥中心 是轮台 因此他说汉军囤 就是唐朝的军队 封长青的军队 囤聚在轮台城的北方 所以汉军囤在轮台北 跳 上将拥毛吸出针 平民吹敌大军心 上将就是封长青 封长青拥毛是什么 皇帝给他的古代的将领出去 代表皇帝有一个竹节 因为叫始节了 这个竹节代表节朝 然后上面用个牛毛尾 牛毛尾在上面编的叫毛 所以那就像汉朝的 我们在匈奴被困 19年有一个苏武牧阳的苏武 他当时代表汉武帝到北方去谈判 就拿着始节 一个竹节就是代表始节 上面有毛 就代表皇帝给他的一个旗帜 所以他说上将拥毛吸出针 说封长青大将军 是奉了皇帝的命令去出针 因此有带着他的始节的毛 其实平民吹敌大军心 天亮的时候 因为驻扎在轮台北边 所以天亮的时候 吹敌大军心 就是用敌声来节制军队的行动 所以听到敌声就表示要作战了 要行军了 那么晚上叫号角 那么这个行军用敌子 所以叫平民吹敌大军心 四边法谷学海勇 三军大呼阴山洞 这两句很壮阔 他说四边法谷 学海勇 什么叫学海勇 雪崩 各位知道 比如说欧洲有瑞士 那二 比三 那个很多人在那里滑雪的时候 最怕雪崩 因为声音很大的时候 所以在雪地里滑雪 第一个要戴太阳眼镜 因为会反光 会刺眼 第二个就是会雪崩 声音很大的时候 或者马跑的时候 那个雪 那个雪山上的雪落下来 只是附在上面 所以积雪积了很多 以后会整个塌陷 所以叫四边法谷学海勇 就是当四边军队 进军法谷的时候 那个雪崩下来 叫学海勇 三军大呼阴山洞 三军喊尸杀的声音 震动了阴山 阴山在哪里呢 我们中国有一条黄河 黄河这样这样走走走 往北方有一个河套 河套是最富裕的地方 所以黄河这样走走这样走 到了北方 那这样子 这是黄河 黄河这样走 从西往东 这样子黄河这样 到了河套这个地方 这边叫赫兰山 就是黄河河套的西边 叫赫兰山 那这个河套的 河套的上面叫阴山 所以阴山的外面就是沙漠 所以黄河的上面 河套的上面就是阴山 因此呢 他说三军大呼阴 阴山洞 三军就是军队 古代分中军西军 中军西军 东军叫三军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海陆空 三军就是军队 军队大呼阴山洞 整个阴山都震动 你看四边法谷 学海勇 三军大呼 阴山都震动 这个气势很壮 他说 鲁赛兵器连云屯 战场白骨残草根 右边都是讲唐朝的军队 那左边是讲波仙的军队 波仙的鲁赛 就是敌人的边塞 敌人的军队 兵器连云屯 来得也很凶 说鲁赛就是敌人的要塞 那敌人的军队的要塞呢 兵器连云屯 就是屯就是屯居 屯居的兵像天上的云那么宽 像天上的云那么宽 就表示军队很多 所以说鲁赛兵器连云屯 所以兵器也很旺 但是战场白骨残草根 你随便发动战争 然后大家一打仗以后 死了以后都是白骨 白骨留在战场上 那个沙漠里的草会随着风 整个卷起来再跑 可是如果那个白草残了人的白骨 就飞不起来了 就卷不动了 所以叫战场白骨残草根 白骨残住了草根 草根就不能被风卷了跑 那这两句你看 鲁赛兵器连云屯 讲薄仙的兵器事 跟军队人很多 气很旺 可是下面一句 战草白骨残草根 马上就变成白骨残 这个画面一个很壮 一个悲凉 好 下面跳 剑河风急云片阔 沙口石洞马蹄拖 他说一个叫剑河 一个叫沙口 什么叫剑河呢 在这个河 为什么加个剑呢 就风如刀剑 就是风很大 像刀剑一样 那沙口呢 就是这个河口呢 沙会飞 卷起来会飞 叫沙口 他说剑河风急云片阔 在剑河这一带 风很急 天上的云片一片一片 很阔很宽 因为沙漠很平嘛 平了以后显得 那个云特别厚又特别宽 剑河风急云片阔 沙口石洞马蹄拖 那在沙口这个地方 石头 什么叫石洞 就是冷冻 冻得像石头一样 你在北极南极 那个冰就像石头那么硬 所以叫沙口石洞马蹄拖 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难体会 这个马蹄踩在那个千年的冰雪上 那个马蹄拿起来的时候 马蹄都会脱掉 各位想想看 这种画面 没有真正战场的经验 写不出来 所以他说 剑河风急云片阔 沙口石洞马蹄拖 雅相秦王甘苦心 世江豹主近边城 雅相就是指得 风长青大将军 那为什么称雅相呢 因为他不仅是杰渡史 而且还是玉史大夫 那么在唐朝玉史大夫 就叫雅相 可以称雅相 他说雅相秦王甘苦心 秦王是什么 就是魏君王贫乱 叫秦王 魏君王贫乱 甘苦心 在战场上打仗多么辛苦 但是他甘之如頤 世江豹主近边城 因为皇帝重用他 因此报答黄恩 最好的方法就是近边城 边城就是边塞 封城 就是边塞的战争 让他安静 就是平乱的意思 他说世江豹主近边城 要让边塞上的封城安静 一定要平乱 世江豹主 用这个来报答君王的后代 后爱 古来清史谁不见 今见功名胜古人 古来清史谁不见 为什么历史叫清史 你们读文天祥的诗 文天祥说 人生自古 谁无始 留取担心 照汗 清 古代是竹简 最早是竹简 所以写史写在竹简所做的 竹子做的简 你们看过竹子是青色的吗 那青色的里面有水分呢 所以你要做竹简之前 要用火烤 烤了以后会把那个水逼出来 所以叫汗清 就是汗就是流汗 清就是青色流汗 就慢慢变黄 由清变黄 变了黄烤干以后 才能写史在上面 所以叫清史流明 他说古来清史谁不见 他说自古以来 清史流明的将军很多 比如汉朝最有名的将军 魏清 霍去病 李广 张谦 但是我们这位封长青将军 他认为他现在的名声 就比古代的那些名将的名声 还要高 他说今见功名胜古人 今天封长青出征 因为他是个名将 所以封长青的功劳 还胜过古人 这当然是对他长官的一种歌颂 那么当然封长青 如果拿起 拿他来比当时的 胃清获去病还是比不上 不过这个是陈生 为了写这个阿兵歌的 在战场上的勇敢 然后这个祖帅的谋略 而且事实如归 写这种呢 一定要有一点夸张的笔墨 跳 好 白雪歌 陈生写的 《送五判官归经》 那么这首诗 白雪歌送给谁呢 《送五判官》 判官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就是高级将领身边的基要秘书 这一类的职位 叫判官 那么他为什么送他呢 因为封长青也用陈生做判官 所以陈生去做了判官呢 那可能这个信五的判官就回来 换句话说一个去一个回来 当然他们都认识都是好朋友 所以呢 送他回来呢 就是既然他送封长青去 陈封长青去 那么这个《五判官》就回来呢 他就在《中军帐》设圣宴 就写了这首白雪歌送给他 叫《送五判官归经》 回到经师 这两句是他的名句 他说北风卷地百草泽 他说北风卷地 我们现在在台湾是看不到 中国的北方 到了秋天长风万里送秋燕的长风起来以后 那个草根因为很浅 会把整个草像棚一样卷来 所以白记写他的兄弟黎善 他说世难年荒 世难年荒四叶空 地胸基里各西东 田园辽落干戈后 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饮分为千里燕 池根散坐九秋棚 池根就是 那个九秋就是九十天的秋天 棚草被风一吹 会池根卷 所以叫卷棚 因此他说池根散坐九秋棚 他说北风卷地百草泽 北方的草呢 因为天气太寒冷 所以草是白色的草 他说北风卷地百草泽 那个卷地会把那个白草连根拔起来 白草泽 湖天八月即飞雪 在湖地北方八月就会飞雪 你想想看八月就会飞雪 湖天八月即飞雪 那一夜大雪下来呢 是什么样子呢 行人那个雪 居然他用春天的梨花 因为梨花是白色的嘛 所以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 就好像突然之间 今天晚上是春风来了 千树万树梨花开 好像有千朵万朵的梨花都开了 你看他用春天的梨花白 来形容雪花 那这是他的名句 所以他说 北风卷地百草泽 胡天拔月季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然后散入珠帘 湿罗木 湖求不暖 锦琴薄 这些雪花散入珠帘 就是飞到珠帘 因为他们军队营帐 营帐里面有生火 有火盆 营帐比较暖和 雪花一沾到营帐的布木 那个帘木就会化掉了 所以他说 散入珠帘 湿罗木 湿就是雪花了 沾湿了罗木 就是营帐的罗木 说散入珠帘 湿罗木 那营帐会用珠帘 会用湿罗做木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高级将领 就是封长青的 袁帅 才有这种 才有这种画面 所以叫散入珠帘 湿罗木 湖求不暖 锦琴薄 虽然穿了湖球 湖皮大衣 还是不暖 锦琴薄 虽然有锦琴 琴就是被子 锦段是外面 但当然中间一定是很厚的被子 锦琴薄 还是觉得很薄 很冷 因为太冷了 好 跳 将军角弓不得空 都护铁衣 冷油拙 将军就是指的封长青将军 角弓不得空 那个手动的拉弓 没有办法拉 为什么叫角弓呢 你们看一个弓箭 是弧形的 有个角度 所以叫角弓 你拉就拉成圆形的 所以角弓是一个弧度 然后拉就拉成圆形 所以叫角弓 将军角弓不得空 因为手动的拉弓拉不动 但是都护铁衣 冷油拙 因为他是北亭都护 所以封长青又是安息 四个节度史的副史 又是北亭都护的节度史 所以叫都护铁衣 冷油拙 冷油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即使再冷 还要穿上铠甲 不能拖 因为随时都有战争 这表示在战场上 是很辛苦的 所以都护铁衣 冷油拙 汉海栏杆百丈兵 绸云铲淡万里凝 如果没有到现场 很难理会 什么叫汉海 就是沙漠 沙漠百丈兵 你从空中鸟铭 整个新疆的沙漠 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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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中鸟铭就像栏杆 那一块有多长呢 有百丈 百丈宽 所以他说汉海 就是沙漠 栏杆百丈兵 百丈跟百丈之间 好像一个凹 凹下去 就像栏杆一样 说汉海 栏杆 百丈兵 这一句是讲地上 那绸云铲淡高 万里凝 是讲天空 那天空呢 不仅百丈兵 还没有 天空还没有停止 雪还要继续下 天空叫绸云铲淡 用绸云铲淡 就是满天的云 乌云密布 还要雪 还要继续的下 所以绸云铲淡 万里凝 万里江山都凝聚 空气都凝聚了 天空都凝聚了 就是冷 冷得不得了 中军自久 引归客 胡琴琵琶 与枪敌 中军就是中军杖 就是元帅的中军杖 送判官离开 那么中军自久 引归客 就是送归客回去 这个归客就是五判官了 这个叫践行 所以我们中国词汇 不能乱用 古代叫礼乐教化 乐是内在的修养 叫乐 外在的表现叫礼 那乐要求同 礼要求义 什么叫求同求义呢 比如说 法国人不懂中文 中国人不懂德文 可是如果三个音乐家 一个德国人 一个法国人 一个中国人 他们语言不通 可是法国人在弹钢琴 德国人在拉小剧琴 中国人在弹古琴 这个音乐很美的时候 三个人都会感动 所以音乐跨界 跨越国界 所以乐求同 那礼呢 要求义 所以礼节 礼貌 礼质 礼福 礼堂 礼物 礼事求义 比如说 对父母的动作 跟子女 对父母的动作 跟父母 对子女的动作 不一样 比如你父亲 你自己的小孩子 可以摸头 爸爸疼你 摸摸头 但你对父亲 不能随便摸头 比如你对老师 不能扒尖 因为有很多学生 跟着老师 为了表示亲切 照相的时候 给老师扒个尖 兄弟兄弟 我是师徒 怎么是兄弟 所以用词不一样 有一位学生打电话 给他 老师我要邀请你来演讲 我说好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我说你乱用词汇 通知是长官 对部下叫通知 这就是不懂理 所以我们古代 你看 蒋皇帝叫陛下 蒋太子叫殿下 那蒋宰相的 祖阁叫阁下 蒋大将军 指挥军队叫徽下 对父母叫西下 称对方叫足下 称自己叫在下 斗个下 下就是指自己 那尊称对方 有不同的词汇 那同样的 请人家吃饭 如果人家是 从很远而来 风尘仆仆 我们叫洗尘 如果对方来了 在路上遇到冰乱 受惊了 叫压惊 叫压惊 那如果 那如果 这个 对方来看你 我设厌 请酒 叫接风 为什么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所以接风 意思就是对方 有风范 所以接风 也是这样请客 那我要送别呢 叫剑行 你要行走了 剑怎么写呢 一个食物的食 右边两个隔毛的隔 两个隔毛的隔 下面加一个 器皿的皿字 就叫斩 酒斩的斩 所以剑行的剑 是什么意思 给人家送行 要用食物跟酒 这叫剑行 所以你看 光一个请客吃饭 有接风 有压惊 有剑行 那么都是不一样的词汇 所以理事求意 月要求同 那么如果懂了以后 你看他说 忠君治酒 饮归客 送五判官回去 在忠君饮酒 可是这个地方呢 有音乐 说胡琴 琵琶与枪笛 胡琴 中国的词汇里边 只要加个胡 就是外来的 比如胡椒 胡萝卜 胡琴 胡瓜 加个胡 就是外来的 因为中国北方是胡 加个番也是外来的 比如番茄 也是外来的 那琵琶呢 也是胡人的音乐 比如说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吹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所以以前的琵琶 不是现在的琵琶 以前的琵琶 是在马上弹的 马上吹 所以军队的乐器 之一是琵琶 是作战的时候 骑在马上弹的 所以叫琵琶 然后呢 枪笛当然是 枪人的笛 所以这三个乐器 都是胡人的乐器 因为在塞外 在塞外作战呢 都用胡人的乐器 所以叫 胡琴琵琶 与枪笛表示 今天有酒 还有音乐歌舞 好 跳 纷纷暮雪下园门 风扯红旗洞部翻 我告诉各位 如果没有在新疆待过 是没有办法 写出这种诗 没有在战场上待过 写不出这种句子 他说 纷纷暮雪下园门 园门就是军营的大门 军营的大门呢 说纷纷暮雪 我送他出园门的时候 那个暮雪 就是黄昏的雪下不停 纷纷暮雪下园门 风扯红旗动不翻 在园门那里有个红的旗 一片雪地几千里的白雪 一片红的旗子 军队的旗子 红旗 可是那个红旗已经什么 风扯 就是风怎么吹他扯他 他不动 不飘动 为什么 已经动硬了 变成冰了 变成阴了 旗子变成冰了 吹不动 风都吹不动 所以叫风扯红旗 动不翻 他不会翻飞 你看这种画面 你没有真实的经验 写不出来 轮台东门送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 我在轮台的东门送他送行 我在轮台的东门送他离开 送他回京 去时雪满天山路 当他离开的时候 整个天山是一片白雪 雪满天山路 山路回转不见军 他在山路钻几个弯就不见了 就看不到了 因为弯弯曲曲的山路 山路回转 不见军看不到 可是雪上空流 马行处 但是雪地里 马上有马 他的蹄子 蹄印 印在上面 有一种空极之感 有一种荒凉之感 你看整个千里的白雪 就一个马蹄印过去 马上立刻就盖上去 只有马蹄印 然后转了几圈就见不到人 这种战争的场面 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经验 写不出来什么东西 请不吝点赞in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